台东特有的元宵文化习俗炸寒丹首度搬上大萤幕,由郑仁硕和胡宇威主演,片中两人兄弟情令人感动,而为了这部片,两人吃尽苦头,除了亲自体验炸寒丹,郑仁硕还演出独影发作,听障及节制的痛苦,手指头直接捆绑起来,拆开时完全麻痹了。 每年元宵节由男兵受炮炸,为求富贵获赎罪灭,民俗活动被称为炸寒丹,这回拍成了贺岁电影。 电影,寒丹,预告,你是可以当老师的人,为什么你没有继续念,待在这穷乡下有什么出息,你还穷不怕哦。 郑仁硕,胡宇威为戏吃尽苦头,不只是炸寒丹亲自上阵,还要演出独影发作,以及听障和节制的痛苦,完全挑战演技。 电影,寒丹,花絮,正在吸毒的人,情绪起伏都非常大,我就把他模仿起来,然后不睡觉,就让我自己不睡觉。 演员证人说,因为没有右手了嘛,平时就练习不用右手,所有东西都是用左手来做事情,手指,绑起来啊,绑起来,你必须要缠狠死,然后再做一些特殊装在上面,你这,手指头会麻痹。 而在美国长大的胡宇威,为了台语口音,也是下足了功夫,演出那脸的阿坤一脚,情绪内藏让胡宇威闷坏了。 演员胡宇威,那个吞真的会吞到有一种病,因为在忍耐,因为我本身就不是这样,你来我往,我就是,很直接的人,很直接。 电影,韩丹,是兄弟就不要提以前的事,我不配当兄弟,傻瓜韩丹双帅,煞血未萌的兄弟二人,在情义的天乘两端挣扎,牺牲演出,有别于轻松搞笑,让人看到不一样的贺岁片。 演员胡宇威 演员胡宇威